MT5改裝企劃 下集 終於來了 雖然拖了很久 但至少他出來了 至少我拍出來了嘛 好不好 至少我不會說一些我拍不出來的影片 挖坑給自己踩 你們說是吧 那我們這次一樣拉了很多贊助商 首先我要先感謝這些贊助商提供的產品啦 謝謝他們願意贊助我這個小小youtuber 那也謝謝就是幫我拉贊助的朋友啊 或者是汽車廠的老闆提供這台車都謝謝他們 然後這些贊助商人也非常好 因為其實前陣子這台車有一些問題啦 那我自己也有一些事拖了非常久 那真的是謝謝這些廠商能體諒我們好不好 真的謝謝 拖太久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那不要懷疑這一集就是 滿滿的業配一集 不過呢如果你是MT15的車主 或是你是新檔車的車主們呢 你對性能上有一些疑慮 那不知道從何下手的朋友們 也可以參考一下這支影片 因為這些改的東西的廠商呢 基本上每一台清檔車他們都有推出啦好不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來介紹 MT15改裝性能篇 GO 好那我們就開始介紹 那我相信在性能方面 第一個想到的絕對是抓地力啦 畢竟輪胎是最直接接觸地面的東西 所以呢要有好的抓地力呢 才有好的性能表現好不好 那說真的這種清檔車原廠的配拍喔 真的就只是堪用而已啦 很少會給到你比較好的輪胎 那你想要更好的抓地力 更好的排水功能 那勢必要做升級 那我就來介紹今天第一個贊助的廠商 Kings 他們所贊助的 GP901半熱熔胎 那如果有聽過GP901的話呢 你可能會覺得 他不是全熱熔嗎 他現在也有出半熱熔的版本啊 那畢竟全熱熔呢 還是比較競技取向的喔 那買這種輕檔車的呢 是比較少全部拿來跑賽道的 所以他們出了這個半熱熔的 兼具平常通勤使用 那你上山熱血呢 也有一定的抓地力好不好 那相較於全熱熔呢 他有更好的耐磨表現 那排水功能也更強 我自己用下來的感覺 我是覺得挺抓的啦 不過耐磨跟排水功能的話 還待測試 畢竟幹你知道嗎 最近真的他媽超熱的 他也才剛換 所以我會持續在IG更新 這條輪胎的感受好不好 那有興趣的歡迎關注一下 原本的車主喔 就是洗車場的老闆 他也是已經用過兩條全熱熔的 GP901啦 他說禽島很快 很好玩 那我自己有稍微騎購一下 真的是很快就給你下去了 那工作溫度起來 也是非常抓的 所以你知道嗎 不一定要備耐力嘛 對不對 搞個Kings的GP901 也是挺好玩的 是吧 那如果對這條胎有興趣的話呢 那歡迎來 63機車洗車場好不好 63機車洗車場 現在也可以換輪胎了 而且這裡有其他洗車場的客人 已經換過 就是R3忍者400那些 他們也覺得 這條胎其實挺好玩的 挺不錯的 價格差不多 樂趣也蠻好的 那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GP901 好 那我們有了抓地力之後呢 再來就是自動力啦 那你騎得快 或不算什麼 真正要停下來 那才是真的重要的東西好不好 那我們就介紹 今天的第二個贊助商 FAR所贊助的 浮動碟盤 那我這個碟盤是有 加大到320mm 看起來更大 更霸氣一點 散熱效果會更好 那他的碟盤呢有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外盤 第二個是浮動扣 第三個是內盤 那外盤使用日本不鏽鋼製造 更硬 更耐磨散熱更好 浮動扣呢是使用白鐵的 內盤是使用鋁合金 然後表面做噴砂的效果 我覺得其實挺好看的 這個樣子其實真的是挺不錯的 配上這顆B排的基本對飾 我覺得這個自動力道對我來說 是剛剛好的 相較起原廠的那個 真的是好太多了 那不過我要建議大家 我這個是有加大過的 我覺得原廠的282比例是比較好看 整個外觀 加大是更霸氣沒錯 但是我還是覺得282的比例會比較好一點 那他內盤跟浮動扣也是有很多顏色 你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我覺得這點也是挺不錯的 提供消費者更多客製化的選項 那說真的 MT5去到現在了 我相信螢幕前面有很多那種 騎一兩萬公里 甚至三萬公里了 真的 碟盤差不多該換一下了好不好 歡迎參考我們的FAR浮動碟盤 真的說真的 真的該換了好嗎 好那改完下面之後呢 再來就要考慮到一個點了 你的總泵 你的剎車 推不推得動那顆卡鉗 那原廠我是推過了 捏起來還是軟軟的 所以感謝RCV所贊助的 直推總泵和離合拉桿 那再搭配他們的金屬油管呢 拿來推這顆基本對勢呢 剛剛好 說真的啊 我也沒有騎很快 所以煞車力道沒有到很猛烈 這個給我用真的是剛剛好啊 我就偶爾上山可能小熱血一下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直推總泵很夠用了 而且他很便宜嘛 RCV他就是經濟實惠型的 右邊直推不到3000塊 左邊離合拉桿不到2000塊 是不是真的是蠻便宜的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油杯 誒精緻度也是夠的 那其實這個產品的一些細節 我也是挺滿意的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包括他的顏色啊 那logo上的設計 我覺得外觀都是蠻符合我的審美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那同時他也可以調整間距 依據每個人使用的習慣不同來做調整 他有很多顏色可以做選擇 你知道嗎 真的挺不錯的 不一定要B牌嘛 你說是吧 其實RCV是一個不錯的產品 經濟實惠型的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贊助我 我才這樣講 我真的覺得RCV挺好的 好那我們有了自動力和抓地力之後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穩定性啊 那一樣感謝RCV所贊助的 後避震全可調的 預載可調 壓縮回彈可調 而且他有壓縮回彈可調 在氣瓶這邊還有一個旋鈕 還可以手動做調整 真的是挺方便的啊 而且整個避震器的造型也非常好看 大家看到這個黑色氣瓶 搭配金色logo 真的是低調也蠻有質感的 那使用上的情況呢 我是覺得真的是比原廠好太多了 不管是在山路啊 過彎的穩定性 或是一般通勤的那個舒適度 我真的都覺得有大幅度的提升 那大家也知道我本來就騎不快 所以這個避震器對我來說 真的是非常夠用的 那同時他們的產品體質 我覺得也挺不錯的 看到這個鍛造的上座 鋁合金的氣瓶 那避震連接到氣瓶的油管呢 他們是有做360度可以調整角度的 為了對應各種車種 所以你不用擔心有一些角度的問題 這部分還蠻貼心的 那最後呢 他們的避震器的那根彈簧 他附有兩個磅數的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像我比較肥 比較重的人 你就可以用比較高磅數的彈簧 來支撐你的體重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 你很瘦 瘦的跟紙一樣會飄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比較低磅數的彈簧 這部分也是蠻貼心的啦 而且這個避震你知道嗎 不用一萬塊 真的是挺划算的好不好 RCP這個牌子真的是經濟實惠 不一定要B牌嘛對不對 RCP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牌子 啊沒有啊這真的是太業廢 不過說真的啊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啦 好那這邊也提一下 RCP他的總代理叫做大鳥魔多 那店面位於台中 那裡環境呢其實挺好的 祭司也非常專業 所以如果你對RCP的產品有興趣 你剛好住在台中那附近 或是你對改裝有什麼疑慮的話呢 那歡迎光顧一下台中的大鳥魔多好不好 記得旁邊的朋友各去光顧一下 好那有了抓地力呢 有了自動又有了穩定性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騎乘姿勢了 那其實NTE我原廠腳踏 我覺得稍微低了一點 因為我自己呢是比較習慣踩後面一點的 所以感謝我們的新旋所贊助的 欸腳踏後移好不好 那換完這個新旋的腳踏後移呢 欸我踩上來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總起來呢 欸我也覺得比原廠好 稍微禁忌了一點 但也沒有到很禁忌啦 畢竟是街車嘛 位移量不需要太大 那他們有提供後座的腳踏後移喔 加了這一塊呢 你就比較不會跟後面打架 算是蠻貼心的啦 所以呢我覺得新旋這個腳踏後移是剛好的 而且他也有四個孔位 可以讓你去調整一下 那也謝謝他們啊 雷雕上了我的LOGO 63洗車場的LOGO 那整個質感都大大的提升啊 那這個腳踏後移呢 他是一個比較基本的set而已啦 他們還有很多相關的套件 你可以去做選購 依據你的需求 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是要更競技的人呢 你也可以選擇更後移的套件 蠻好的啊 就多選擇嘛 那他們也有很多顏色 可以讓你去搭配你的車色 讚啊 所以呢今天趕快回家試一試 如果你的腳尖 是這樣踩的話 也許呢可以考慮一下腳踏後移 那尤其是小阿魯或R15的啊 那個真的是要後移一下會比較好騎的 那歡迎參考我們的新旋腳踏 好那最後什麼都搞定了之後呢 然後加起來就是 輕量化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最有效的輕量化呢 就是減肥 對 那不過沒關係 減肥是一個比較長期的抗爭 那新台幣做事總是會比較有效率的 感謝G-Stone所贊助的 輕量化齒盤好不好 那G-Stone也是老品牌的 相信也不用多說了 他們的輕量化齒盤呢 除了更輕之外呢 它的剛性也更好 使用鋁合金的材質 那官方說 重量減輕了63% 你知道這是什麼概念嗎 假設你原廠的齒盤它有1000公斤的話 那這個齒盤呢 就幫你減輕了630公斤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站著 聽起來還不錯對吧 好啦看到了啦 那是鋁合金CNC加工 那我蠻喜歡它 齒盤上面有做那個排消槽設計 有利於清除一些污垢 整體的樣式也蠻好看的 那當然呢 前齒跟後齒也有很多規格 可以供車友們做選擇 顏色也是 你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來做搭配 因為目前你們這些 MTU的車主 或者是其他輕行車車主 已經騎那種兩三萬公里了 真的可以考慮換一下齒盤了 那真的可以更加考慮 G-Stone的齒盤 那我為什麼那麼推薦呢 因為呢 我們的G-Stone爸爸呢 有贊助我們這支影片的抽獎好不好 如果你要想當免費載的 請一定要看到最後好不好 好那基本上 MTU的動態性能篇 就改到這裡了 以上就是所有的贊助廠商 感謝這次幫忙安裝的店家 為新竹的R1輪胎 新竹的朋友們有空可以去光顧一下 那MTU呢 它本來就是一台操控性良好的車子 加上這些大大小小的改裝 我覺得真的是又更好玩了 我本來就不是什麼殺手嘛 騎車就順順騎啦 偶爾快一點而已 所以這些改裝對我來說 已經非常足夠了 那改裝這種東西 我本來就是因人而異 依自己需求在做改裝對不對 不一定我推薦的就要改嘛 網路上那些分享的文章 就當作參考就好了 你自己需要什麼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 那所有改裝品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字頂留言好不好 大家點進去 就可以購買 或者是做詢問的動作 非常的方便 最後呢 我相信大家也最期待的 就是G-Stone的齒盤抽獎好不好 那我們就趕快把它拿出來 好 那這就是G-Stone所贊助的兩套齒盤 那它是for MTE5跟R15的 一個是後52 那一個是後54 有兩種可以給大家做抽獎 那一個是金色的 一個是橘色的 非常有誠意 感謝G-Stone爸爸 那抽獎方式也很簡單 你只要追蹤他們的FB和IG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在下方留言 這台MTE5的改裝 你最喜歡哪個部位 為什麼 這樣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那大家也不要怕 找不到連結 我都會放在字頂留言 基本上很簡單啦 手指頭點一點 進去按一按 留個言就可以抽獎了 非常的方便好不好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抽獎 兩套 真的是蠻有誠意的 這個齒盤 趕快來參加抽獎好不好 好那這次MTE5改裝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這台車還有什麼疑問 還想要看到改什麼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免費仔們 趕快去抽獎吧 我就不打擾你們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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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